倍量加缩量涨的真漂亮 股票买入后三周就能涨20%的方法 你敢相信吗 看完今天的视频 你就能买在这里 这里还有这里 大家好 我是专录 喜欢学习股票支持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接下来我们直接讲干货 倍量加缩量 短线暴涨模型一般有三步 第一步是先出现倍量柱 然后再出现缩量柱 最后是一个强扬放量 那么果然股价在后面就出现了暴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三步已经暴露了阻力的操作行为 接下来我们来揭秘 首先倍量柱的标准是成交量放量一倍左右 阳线实体同时高过阴线 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分析 果然倍量它出现的位置 一般就是阻力试盘的位置 因为股价强势上涨 阳线实体高过阴线 而成交量只是放量一倍左右 是温和放量 并不是卖方力量很汹涌 很明显是主力的出拉 试盘行为 而随后如果主力发现过多散户在场 那么一定会进行洗盘 那么洗盘的重要标志就是震荡加缩量 缩量代表吸收行为 那么洗盘之后一旦主力认为时机成熟 就开始拉出一根强扬放量 就像途中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散户们一定要记好了 赶紧抓紧进场和上车 把握这一波拉升的利润 果然后面就出现了暴涨 你学会了吗 那么倍量加缩量的成功率 可以达到80%甚至90%吗 当然可以 那必须是要结合一个重要的主力操作线 这条线蓝色的线就是主力操作线 图中很明显 左侧的位置有一个倍量加缩量 但是都是在主力操作线之下 果然后面小幅上涨之后就出现了大幅的暴跌 就是一个陷阱加片线 而右侧的位置倍量加缩量 同时在主力操作线之上就很安全 而且后面有一个中长期的上涨 这就是重中之重的主力操作线 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主力操作线的参数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查看我的联系方式 当然也可以直接私信我 更多关于倍量加缩量的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别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